新冠病毒在我国爆发之后 多家政府医院都改为专制新冠病患的医院 让一般的病患被迫让路 甚至暂时没有办法接受常规治疗 以至于病情恶化 卫生部长凯利今天表示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5万宗 非新冠手术和病例被迫延后 但如今疫情开始缓解 他说政府和私人医院将会继续合作 把专注力放在非新冠肺炎病例上 为病患提供治疗 而另外凯利今天也捍卫政府 即将开放跨州的决定 他认为我国不可能等到 90%的总人口接种疫苗之后 才开放跨州 因为要达到这个水平 可能已经是明年的事情了 那么到时候民众可能会承受 更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 随着我国逐步开放 为了进一步提升国人的保护力 凯利今天也宣布 加强专计划的进一步消息 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卫生部长凯利 今天早上在三州爱心专科医院 出席活动后表示 沙拉月将从下个星期开始 率先开打加强针 而凯利也再次强调 只有符合资格的特定族群 才需要接种加强针 昨天社交媒体流传一段 一分52秒的录音 疑似某位伊党前部长 质疑党主席哈迪阿旺的领导能力 该段录音形容哈迪阿旺 在国盟与巫统的立场上摇摆不定 让伊党领袖们很难做 截至目前有关录音的真实性 还有待证实 首相伊斯梅沙比里 今天发稳告宣布 内阁同意成立三个特委会 针对已故消防员 穆哈姆阿迪的死因 白礁岛案件 以及前总检察长 汤米托姆斯回忆录的指控 做出研究和调查 接着来看疫情进展 今天新增病例比昨天稍微下降 新增了8743宗 那么随着我国准备进入 地方性流行病 endemic的阶段 卫生部长凯里今天宣布 卫生部从今天开始 只会发布特定的分析数据 至于每天的确诊详情 将会转移到COVID Now网站上面去更新 民众可以自行前往查看 那么这么做 是为了让民众减少聚焦在每天的确诊数据上 从而慢慢接受地方性流行病 endemic这个新常态 是为了 是为了 是为了